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1月25日礼拜一的第一节 先去讲一下关于汇丰的最新情况 英国国会核下的外交事务委员会 将会在当地时间明天下午2点半 举行一次的特别会议 传召汇丰的行政总裁旗耀年 和首席法规部主管Colin Bell 要求他们提供口头的证供 以及接受议员的质询 怪不得较早前奇耀年亲自发了一封电子邮件 给许智峰为凍结他户口一事进行解话 原来因为英国国会将要向他问话 所以他先保定票 到底汇丰是不是已经贫乱制裁的边缘 在说之前首先要呼吁各位亦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先讲一下 其实这个奇耀年在上个星期 发给许智峰的那封email当中 已经是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了 他就声称 说汇丰是不能够操作得到 许智峰的银行和信用卡户口 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因为收到了警方的通知下 汇丰是有法律责任来去采取行动 故此 在冻结许智峰的户口上 汇丰是别无选择的 也必须要遵从香港法律下的一些保密责任 所以现在看回头 为什么奇耀年是要亲自发这封电邮呢 他就是要和冻结许智峰户口这件事 或清界线 要将责任射到警方的身上 就是要表达出一种 汇丰是迫不得已的 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是没得选择的 就是说自己是完全无关 无责任 我相信奇耀年去到英国国会接受问话的时候 都是会搬出这套说法 为汇丰辩护 但是到底英国国会议员是否接纳你这套解释 是另一回事 因为不单是许智峰本人的银行户口被冻结 还有他的家人 为什么会搞连言作法呢 现在英国国会传召他去问话就对了 因为这些事其实很多公众都想知道 但是你去问他他一定不会回答 现在你兜口兜面有些国会议员问他 他就避无可避了 这些问题我相信他到期时都要解释 冻结许智峰就说迫于无奈 当说得通 但是他的家人又如何呢 又警方要求 有没有那么多要求 还是汇丰自把自为的做 这些事情一上到国会就一清二楚了 最好了 这些完全不能再隐瞒的事情 奇耀年等人被传召到国会文化这件事 其实也是解释得到 为什么在发给许智峰的那封电邮当中 他煞有介事地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之前有一位银行的职员说 因为商业决定而取消 许智峰的信用卡户口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信用卡户口和其他的汇丰户口 一样都是被冻结 而不是取消 他特意加这一段上去 其实就是为了保飞 为了使到汇丰不用上身 如果说因为商业决定 而取消了许智峰那张信用卡 当然这就是汇丰的自主决定 一上到国会的时候 就肯定走不掉 现在他特意解释 就是说商业决定的说法是错的 而许智峰那张信用卡 只是被冻结 而不是取消 你一说被冻结 就是又把责任射到警方 因为你是配合警方的要求冻结 而没有取消 总之现在这个汇丰户口 就着这件事他有什么回应 他就说在早前已经是 英国国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要求 提供了有关他本人 和家人户口被冻结的详细资料 给有关议员在质询的时候 掌握更多具体的细节 他又说到任何的银行 商界或者是机构 如果是协助政权打压香港人的自由 就必须要在国际上付出沉重的代价 他许智峰就将会尽一切的力量 使得这些机构是面对的恶果 到底汇丰将会面临着一些什么的恶果 最严重的恶果当然是被受制裁 但是在目前现在的时刻 似乎距离这件事就比较遥远 因为现在奇耀年和Colin Bell 就是会在明天下午 即是香港时间的夜晚 去到国会接受文化 到底问出了什么 所以原来就要好看国会议员 是有多了解和掌握的情况 当然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为何许智峰家人的银行户口都会被冻结 这件事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 因为冻结许智峰的户口 就是许智峰解释了 无论接不接受他的原因 但是许智峰家人的户口被冻结 没有解释的 所以就要看看明天英国国会的文化 会问出什么答案 至于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说到 企业在处理政治问题上 需要非常小心 一般而言 不要碰政治范畴就比较好 但是有部分公司 支持一些价值观 和本身相违背的政权 他就特别是指出 说英国的跨国公司 是建立在民主的国际秩序上 和一些非民主国家交易 最终可能会破坏成功的基础 理论上就是这么说的 但是实际上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跨国公司 都好 他都是利益主导 华之你和你合作的是民主还是非民主 至于说 到底汇丰会不会在 经过这一次的问话和质询之后 很快便会遭受制裁 或者面临着法律的后果 看法也是实话还未有一撇 因为明天这个纯粹叫做 有些国会议员主动联储要求 而召开的一次会议 而且汇丰在英国的业务 其实也很庞大的 所以我相信 英国政府在考虑到 对于汇丰会不会 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作出一个通盘的考虑 就是 到底这些行动 会不会影响英国经济本身呢 我相信他一定会想这些东西 所以我相信在短期之内 汇丰也未必会有什么后果 当然也很视乎 究竟英国的国会议员 他们在处理汇丰这件事件上 有多么进取 这个也很重要的 好了 接着又说说另一宗消息 今天明报报道 有很多外资奢侈品牌 陆续撤出香港 主要涉及到租金问题 他们引述的意见 是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 謝邱安怡所说的 他说国际品牌不是有意放弃香港市场 倒闭的店主要是租金问题 由于国际品牌大部分都是奢侈消费品 生意和香港珠宝首饰零售表现一致 主要的消费力就是来自大陆旅客 情况令人担忧 其实他说不出所疑而来 可能避重就轻 他说那些店铺收拾是租金问题 很明显就是 林郑抗疫不力的问题 租金问题 怎么会租金是问题 租金向来签约的时候 已经是这样租的 如果租金本身是一个问题 他就不会动不走去签这份租约 所以这些所谓外资奢侈品牌的商品 商品是这么愚蠢的 根本上就是生意跌了 生意跌了 生意跌了 就是因为没有旅客 因为疫情搞不定 为什么搞不定 就是因为林郑抗疫不力 这个才是终极的原因 如果你说租金问题 就是多什么余 租金从来不是一个问题 他本身租得起 他有生意的时候 只不过现在没有了旅客 所以这些所谓外资奢侈品牌 商铺就是被林郑攬炒了 就是因为他搞不到清零 所以大陆放不到自由行 当然我不是支持放自由行旅客 有些人领悟能力很低 又会误解 我一向都说要规管这些旅客 就算疫情过后 也不应该不断放人 你说给得起钱 买这些奢侈品 放他下来无所谓 因为人数一定少 你说那些走去麦当劳睡觉 走去郊野公园扎刑 那些 麻烦你叫他不要来 根本上那些叫低端旅客 消费能力很低 走来香港也不是买奢侈品 走去买消费品 比如说去买这些 金沙朱古力 液力多 维他柠檬茶 那些买一大堆 那些 震兴到多少香港经济 反而是扰乱了民生 再不然 就涌来香港的药房 买奶粉 买沐浴露 洗头水 諸如此类 这些东西 震兴到多少香港经济 才可以 不要浪费了 你说去这些 外资奢侈品牌 买标 买手袋 只买一件奢侈品 消费额等同于 一千个低端旅客的消费总额 所以那些人 根本不应该招呼他 至于说到 周街吉铺的问题 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有些业主 他宁愿不租 都不愿意降低租金 是租出去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一样搞的时候 会影响到 他店铺本身的价值 那个股值是会降低的 别人会认为 你这个店铺位不值得这么多钱 他到时就得不常失了 因为很多投资者 去买个街铺 他都不是为了收租 他是为了拿来炒 过几年又不知道升多少倍 那个升值的数字 是比租金多多多声的 所以很多店铺都宁愿丟空 你给钱 给得起就租 给不起就没租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所以有些人说 提出租务管制 一旦搞的时候 舖市是会倒下的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